小白令五十多人动弹不得 从银行拿走了两百万后 警察拦住他却没有实施抓捕 为什么 什么还有这种好事啊 还是大白天呢 怎么就开始做梦了呀 所以小白从银行是真的拿走两百万了吗 会不会是那种拍戏的道具呀 当然是真的 真金白赢两百万 小白是不是开运钞车的司机 其他地方的银行紧急调用 不是 运钞机为啥会被警察拦住啊 还让那么多人动弹不得 这五十个人是不是小白劫持的人质 如果警察敢抓自己 就把他们全部炸死 你想得很丰富啊但并不是这样的哦 会不会是小白是造了骚乱 让五十人被困在沉船上 小白趁乱进银行 抢走了两百万 当然不是 这两百万真是小白抢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是抢的了呀 他是很正常的拿走的呀 我又被骗了 不对呀 那他是怎么让五十人动弹不得的 这得你们猜呀 肯定是急着取钱 所以插了个对 导致其他人没有动哦 是很急 但并没有扰乱银行内部秩序哦 等等 没扰乱内部秩序 那银行外面的秩序呢 是不是得多了 正确 小白着急取钱 所以把车停在了十字路口 导致十五辆车被堵在路中间 被警察教训了一番之后 就把他放走了